台湾所有的明星都想要到大陸去作秀 因为最重要的是大陆给的配很高 可是呢 你到那里去 人生地不熟 地广人稀 你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有些事情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林志玲这名模 他甚至到了美国去作秀 到了美国赌城呢 结果碰到什么事 据传说啊 他被黑到夹齿 要求他陪吃饭 那个事情发生在2005年 那时候全台震惊 因为你知道林志玲那时候 已经算蛮红的了 名模 大家都想一青方则 没想到传出有一个叫 美国华美娱乐公司的 就以要作秀的这个名义 找了林志玲说 来来来 你来我们美国拉斯菲卡斯 一间赌城 一间赌场作秀好不好 好啦 那林志玲心里想 那价码多少 她说94万 很高啊 对啊 台币94万 那林志玲想说好啊 去去 去 不错 那时候他还是卡沃尔的国特 就没想到去了之后 这个华美娱乐公司的人就出来了 就说志玲姐姐 来 我先给你10万块订金 但是你接下来想要拿到的尾款 就要看有没有老板挑纵你 等一下 你的话里面有点怪 怎么会是老板挑纵你 不是做秀吗 不是做个秀而已吗 不是来唱唱歌 走走台步吗 那怎么还有老板要挑纵的问题呢 原来根本是叫他来赌城 陪大老板陪吃饭 而且还得看有没有人挑纵你 等一下 这样子就不对了吧 结果林志玲一听 我是名模耶 你怎么把我弄成像是饭局妹 甚至还可能对方还暗示他说 如果大老板挑纵你 你们还要带开 私底下要有什么什么的 那他这样子林志玲岂不是吓坏了 何止吓坏 吓哭了 结果他当场就赶快去跟谁求救 求你宽宽姐求救 另外还跟一个叫陈兰的 你有听过陈兰是谁吗 没听过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看过赌神里面有个杀手叫龙武 龙武那个人他就是向华强 他是香港新亿安的龙头 他也是演员 对吧 他也是中国新的老板 也是黑道啊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来头讲那么清楚 为什么 因为如果林志玲都必须要动到香港新亿安的龙头 向华强来帮他处理的话 你说对方堵城找他来的这个好惹吗 你猜什么 不好惹 华清邦 什么 华清邦啊 我志玲姐姐不过是去垃圾飞行做个秀 我怎么会惹到华清邦啊 怎么去碰上华清邦了呢 好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变得有点罗生门 因为他的经纪人姜宜荣后来就说 这只是一个作秀炒作新闻炒作而已啦 炒作新闻这样子也很恐怖啦 可是林志玲却又在某个典礼时候 又跟那个什么记者讲说 宽姐是我恩人就是邱里宽 也是我的大侠 然后邱里宽自己也讲说 助人为快乐资本能帮忙表示你还有剩余价值等等 那又好像却有此事 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不过有时候空袖不来风 反正作秀就是有时候会遇到 反而变成要你去北吃饭了啦 再起来讲到赌城我突然想到 严陈旭 严陈旭之前也传出 我先讲这是传出 传出说他在康州附近一个赌场作秀的时候 结果邀请他的这个主办单位 就说哎呀 这个这么帅 严先生能不能跟我们老板的女儿合照 结果那时候暴龙严陈旭 那不就合照一下就好了 没答应 等一下 连合照严陈旭都没答应 那就听说这个主办单位就说 这么不给我老板面子是不是 好 禁酒不吃吃罚酒嘛 通常中国有句怨语是这样讲的 就有人就 拿出一个我们讲的喷籽啊 什么 拿出喷仔啦 喷籽你知道嘛 就彪彪那种东西 后来听说严陈旭就乖乖就犯了 不过我必须要先澄清 这个后来就是严陈旭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证实 所以这个报导不像刚刚那个林志玲那个 还有人出来说话 严陈旭没有出来证实 但你也看出一件事嘛 有时候你人在这个人身地不守的国外作秀 真的主办单位 要你说一就是一 要二就是二 你敢不黑而喷纸就拿出来了 你不信 来 这个就绝对经过证实了 因为苦主都出来说我好苦喔 蔡少芬 甄嬛传里头的皇后 你别看他在里头好像狠狠 结果咧 他去作秀 他被狠狠的人对待 他狠不起来了 他也遇到事情 你是要对方多狠吗 来 我先讲 当时呢 他是去 就今年 今年九月 他那时候去西安商业 结果呢 对方跟他讲 西安完毕之后还要去天津 那这个蔡少芬也都说 好没问题 我会跟着你走 但是在西安的时候闹得不愉快 因为西安 你商业完毕之后 他应该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没想到主办单位说 不不不 不 还有一场跟着我走 什么 蔡少芬就说明明合约上面就一场啊 那结果呢 又多了一场 对啊 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要讲的地方 就是很多主办单位就是 你人到我这边 你就成为主杖肉了嘛 我爱怎样 你就怎样啊 哎呦 这样子啊 这么狠 你是哪一人 你是香港人嘛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西安 你不听我 你听谁啊 好啦 结果蔡少芬就说 不 你叫我去 我不下车 他拒绝下车 结果主办办公司就说 好 那我给你道歉 绝不再犯 那你愿意乖乖的跟我去天津吗 好 蔡少芬说 OK 没想到天津之后 这个主办单位表面上好像很配合他 好像都不会再做这种 霸王硬伤工的事对不对 没想到天津商演完毕之后 主办单位就翻脸了 什么 他从天津的快速道路 要回机场的时候 主办单位就派了两部车 当然我先讲 这是传出是主办单位报复 但不敢证 没有人敢证实 因为蔡少芬自己都说还要查 就传出说有人就派了两辆车 前后包抄 你看 那个蔡少芬的车就这样被包抄 你说在天津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在告诉你 蔡少芬这台车 他去天津机场 他去机场的车谁提供了 主办单位提供的 司机也是主办单位提供的 结果蔡少芬自己就讲 他说那个司机竟然主动配合 包抄他们的那个歹徒 还把车停下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说好的嘛 蔡少芬就这样问司机 这是说好的吗 你是不是听人行事 你如果真的配合他们演出 我到时候连你请告啊 结果那个司机说我不管 上头交代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很明显嘛 这就是有人设局要给蔡少芬一点 颜色瞧瞧嘛 从林志玲到严陈旭 带着蔡少芬 蔡少芬这是经过证实的哦 你说这些艺人作秀 恐不恐怖啊 艺人到了外地作秀 会碰到这样恐怖的事情 但你注意哦 蔡少芬她是香港人 她到了天津遇到这样的状况 可是真正在香港就绝对安全吗 最有名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1990年刘嘉玲被绑了 对刘嘉玲这个事情 其实虽然你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可是现在想来 讲来都还是余悸犹存 这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当天因为他们香港人 其实很喜欢打麻将 拍完了戏之后 大家就相约约要打麻将 他们就想到说刘嘉玲最好的牌 曾志伟这个好朋友打电话给他说 嘉玲晚上要不要来啊 我们聚会顺便打打牌 嘉玲说当然要来 因为他很爱打 曾志伟就跟他讲说 那我派车来接你 你不要自己开车 很晚了 刘嘉玲那天晚上就讲说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麻烦 我自己开车来就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就等你 就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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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嘉玲一直都没有出现 结果他们大楼 他们约在那个大楼要打牌 大楼楼下的管理员跑上来说 跟曾志伟讲说 出事情了出事情了 出事情了 对 什么事 那辆车应该是你们刘小姐的车子 他的车子刚要停的时候 突然有点失控 失控好像撞到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有人冲下来 好像把他带走了 对 就很紧张 曾志伟这一群人 赶快跑到楼下去一看 果然那台撞到前面的栅栏 果然是刘嘉玲的车子 好 人呢 人不见了 人不在车里面 不在里面 好 然后现场后面那台车 那个管理员他没有看到后台 后面那台车是车号没有看见 可是那台被撞到的车 的确是刘嘉玲的车 所以你看画面上面 就是这部刘嘉玲的车 他去撞到栅栏就是他的车 对 他们赶快把车门打开 里面没有人 而且安全带是被割开的 安全带被割开了 摆明就是马上把人给撕走了 对 所以他们说真的不对 判断一定有事情 而且里面有点挣扎的痕迹 赶快报警处理 警察来之后 他们说确定这是刘嘉玲 因为有留一些东西 什么耳环什么掉在里面 警察重案组立刻就接手了 正在侦查侦查 可是因为没有看到 另外撞他那个车子 看不到 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快追查 可是等啊等啊等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三个小时之后 竟然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 刘嘉玲回来了 三个小时就回来了 因为他们刚报案 还在查 警察还在查的时候回来了 可是一个画面 衣衫不整 而且棚头垢面 而且面色很难看很难看 现场包括曾志伟 还有他们的朋友 其实他们都知道发生事情了 可是不敢问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报警嘛 对不对 所以警察请刘嘉玲去警局做笔录 坐坐坐坐 做笔录 刘嘉玲自己讲 因为边哭边讲 很害怕 她说我被打劫了 我被打劫了 就是说他们要我的钱啊 那警察都说要你多少钱 她说就是把我一支表 还有我一千多块的现金 把我拿走了 这这样子的话 当下就可以抢了 干嘛还要把人掳走呢 而且他还讲说 我人没怎样 他们没有对我怎么样 这个事情笔录就做完了 可是之后香港就传出 很多很多的谣言 为什么 说不过去嘛 如果要劫财 当场劫了财就走了 干嘛把人绑走 绑走之后 我还帮你放在一个地方 万一没放好 我变成绑匪 对不对 我那个官司可大了 这是不合逻辑 而且这个三个小时 结一千块 结一个手表 需要三个小时吗 都说不通 可是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过没几天之后 因为大家猜测 谣言太多的时候 刘家里又做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 他去警局 把整个案子给撤掉了 等一下 他去消案了 去消案了 他把案子消了 为什么 表示说这个案子 没什么 我就是被劫财嘛 没事的 他想用这个大动作 把整个事情压下去 可是呢 因为记者再也查不到 任何的蛛丝马迹 当事人什么话都不要讲 他的所有的好朋友 全部都封口 所以这个案子 由于刘家林去消案 整个案子就被掩盖下去了 案子虽然被掩盖下去了 这些狗仔们呢 仍然持续的在查着 刘家林消失了三个小时 真的只有劫财吗 其实 之后 事情大家快淡忘的时候 一张照片 公布了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